大家好,茄子的口感软嫩,滑润的,是非常可口的家常菜,因为其富含水分,而且茄子的果肉里面是成海绵体,所以非常容易的吸收油分。 很多人烹饪茄子,不是发黑,就是吸油,做出来一点也不好吃,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炒茄子时,最近先放油,大厨教你一招,茄子不发黑,不吸油,特别的美味,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茄子洗干净后,把头尾切掉。 再把茄子切成大概是5公分的长段 再把茄子对半切开,切分成小段 茄子切好之后 马上放到清水里面 放着茄子切开之后,长时间以空气接触而氧化变黑 可以加一勺白醋 用醋水来浸泡茄子,能够期待一个很好的固色作用,烹饪的过程中不会发黑 茄子在汁水里浸泡5分钟 然后把茄子捞出来 重新倒回这个大盆里 加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让每块茄子都能均匀的沾上这个食盐 抓匀后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 腌出茄子内部的水分 茄子腌制的时间来调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小许食盐 半勺白糖 一点点胡椒粉 再来小拌碗的清水 搅拌均匀成料汁备用 接下来切料头 大蒜先压扁 然后再剁成蒜末 蒜末剁好中盘备用 最后来准备用 最后来准备一点猪肉 先切成薄片 然后改刀切成肉丁 之后剁成肉末 肉末剁好中碗备用 10分钟后来看 这个盆底腌出了很多水分 之后我们再下手 把每根茄子都像这样 用力的挤干水分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就不会吸入过多的油量 吃起来口感油腻了 盆底腌出了很多水分 茄子挤干水分以后 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下手拌一拌 让每根茄子都能够裹上一层 这个玉米淀粉 这样会让这个茄子的口感 吃起来更加的软嫩 像这样裹上薄薄一层淀粉 就可以了 接下来起锅 不要紧着放油 而是什么都不放 直接把茄子放进来 开小火把茄子充分的扁干水分 炒制茄子一定要多加这一步 这样一来才不容易发黑 也不会吸入过多的油量 把茄子扁炒制像这样有点微微变软 然后表皮有点微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然后把茄子盛出来 装在盘中 先放在一边备用 再次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肉末 把肉末炒干水分炒至变色 然后倒入姜蒜小米辣 翻炒出香味 翻炒出香味之后 倒入茄子 倒入茄子 翻炒两下 淋入刚刚调好的料汁 大火煮两分钟 把茄子煮至入味 炒至像这样子汤汁浓稠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啦 看着就非常有实意 关火出锅咯 一道美味的肉末茄子 就做好啦 按照以上方法 做出来的茄子 不发黑也不吸油 吃着非常的鲜嫩入味 学会的朋友 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点个赞 加入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